明镜电视 我为大家主持明镜世界观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支持明镜电视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如下几个题 第一个中国三省欢迎把守 华东方成行 以及今天最重要的新闻 新十条告别清零 新冠肺炎变成新冠病毒传染病 而且中国官方再度揭露 党和国家限制领导人 接种国产疫苗 它有什么用意也为各位观众介绍 另外我们来探讨一下习近平确诊新冠的可能 中国政府今天宣布新一轮重磅十条的具体措施 可以定位为正式告别清零政策 这项消息公布后 A股港股快速的拉升 其中旅游和消费股大幅度的震荡 先升然后尾盘拉回 通知提出除了养老院 医疗机构 颇佑机构 中小学等特殊藏所以外 不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不查验健康码 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验阴性证明和健康码 不再开展落地界 而针对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 一般采取居家隔离 另外按楼栋单元楼层住户来划定高风险区 不是不再以一个地方出现 就划定一个地方一片区域变成高风险区 而不得随意的扩大 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 其实这是没有清零政策的表述 而通知还表示各地要落实快风快捷 连续五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的高风险区 要及时解封 非高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 不得停工停产停业 没有疫情的学校要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 有疫情的学校要精准划定风险区域 新华社今天早上骚早还披露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特别召开了会议 定调了明年经济工作 提出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中国发布的防疫的新十条旅游平台机票 酒店搜索量大增大涨 2023年出行搜索热度上涨超过了百分之九百 上涨了九倍以上 春节前夕机票搜索量暴涨至三年以来的最高点 三年以来也就是疫情爆发以来 在多个省市的调整通知中 还对进入景区的标准进行了放宽 多地居民进入公园景区服务区等公共场所 不再查验健康码和核酸阴性证明 而深圳上海等地率先宣布 进入公园景区室外公共场所时 也不再查核酸的证明 多个景区也同时宣布会有效 有序的恢复对外开放 今天还有一则消息 值得特别注意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官员再度证实 他称党和国家限职领导人 以接种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国产疫苗 这项信息为什么要再度的披露呢 一般认为它是以披露党和国家领导人打国产疫苗 来消除中国一些老年人对施打疫苗的抗拒心理 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上述的信息会想说 哇连党和国家这些领导人都打了国产疫苗 那我还有什么安全忧虑呢 所以是间接的向老年群体表达疫苗安全 不用多虑 中国疾控中心还首度的披露 对中国已经展开接种的超过34亿剂次 超过13亿人的不良反应监测发现 中国冠病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与常年接种的一些疫苗相当 例如卡戒苗疫苗 例如这个流行性感冒的疫苗 这个讯息披露也是卑鄙寻常 而且他还表示老年人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还略低于年轻人 而60岁以上老人接种中国疫苗 已经超过了10亿剂次 他表示非常的安全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先披露党和国家领导人 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而且是跟普通老百姓一样 接种的国产疫苗 这是非常有技巧的 在传达一些信息 中国目前全人群的疫苗接种率 包括3到17岁 已经达到了97.5% 18到59岁超过了95% 全人群的疫苗接种率非常高 但高龄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相对偏低 这实际上是倒过来 有点如果用成语的话 其实可以说是本末导致的 因为Omicron对年轻人来讲 基本上它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 大部分我今天看到中国的专家还讲 90%的人都是无症状 特别是针对那些年轻人都是无症状 而有症状的话也是属于轻症 但是老年人这个是高危的群体 所以中国今天除了发布告别 可以说实质上告别清零的政策以外 还特别为老年人接种 制定了疫苗接种方案 当然除了以党和国家领导人 来吸引老年人来施打疫苗以外 卫健委还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他说以国外的领导人 施打中国疫苗为佐证 表示全球现在已经有 30多个国家的元首 政府首脑 政府官员带头接种中国的冠病疫苗 而他们的效果都非常的良好 这是公布 披露党和国家领导人 施打国产疫苗的最大的用意 今天的新十条也指出 会加快推进老年人冠病病毒疫苗接种 各地要坚持四个字 应接进阶的原则 也就是说能打就赶快打 而且要全部的打 聚焦提高60到79岁的人群接种率 加快提升8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率 他们对此做出专项的安排 这也让人思考另一个衍生出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确诊新冠病毒的可能性 当然在过去三年已经有一些海外的讯息表示 非常靠近习近平的人 包括他的夫人 可能已经胜传都确诊过了 不过习近平在二十大前后 先到中亚参加上和组织峰会和多位领导人会面 当时我们还可以看到 习近平除了在双边举行双边的代表团的会谈 他以外他都是戴着口罩的 但在二十大以后 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 习近平和与会各国领导人交流时 就多不戴口罩 最有名的就是他跟特鲁多的谈话 全程也没有戴口罩 对不对 大家去想想看 比如在G20第一场 在G20峰会开展前和拜登见面 两人也就都没有戴口罩 近距离的寒暄 而还有握手 拜登当时刚刚才从柬埔寨抵达印尼的巴厘岛 和东盟峰会的主办国柬埔寨的总理洪森见面 而洪森当时就因为确诊新冠 而紧急的从巴厘岛回国 而在参加亚太金河峰会高峰会以后 香港特首李家超也传出了确诊 李家超在参会时就坐在习近平的旁边 两人也被看到 挽着手一同离开会场 李家超和洪森等人 确诊显示参加国际峰会 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染疫 像美国总统拜登就是在中东之旅以后确诊的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 疫苗可以预防重症 但不能防止染疫 对于即将到访中东的习近平而言 他可能在拼外交的同时 也暴露在染上新冠的风险之中 当然国家领导人一般染疫不会有事 从特朗普到原来的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他们染疫当然不会有事 因为他们会受到最好 也是非常特别的照料 中国民间目前流传的一个段子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也可以概括染疫的风险 这个段子是这样表示 某家表示下个月满大街都是神雕大侠 神雕大侠是谁 杨过 就是已经杨过了 某以接着说还有他爹杨康 就是杨过以后恢复了健康 某比这次插话就说 不要忘了还有祖师爷 王重阳 重新的在染疫 那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 多名专家表示 新冠肺炎应该更名为 新冠病毒传染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次 定位的转变 一些专家公开的指出 新冠病毒在2019年年底出现时 使用肺炎称呼就不是很准确 因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 并没有得到肺炎 造成的是肝功能肾功能的损害 而经过这三年 病毒已经变异成了另一种病 很少造成肺部的感染 主要感染的是上呼吸道 但是传染性却极强 所以应该称之为新冠病毒传染病 这个是定位乃至措施 刚刚提到的这个新的十条 可以说是没有宣布告别清零 而正式的向清零送别 接着为各位观众介绍 中国地方人士持续的调整 浙江省 江西省 和甘肃省的一把手换人 据新华社星期三的报道 中共中央日前决定 义恋红任中共浙江省省委书记 颖红任江西省委书记 胡昌申任甘肃省委书记 这次人事调整以后 原来的浙江省委书记 袁家军不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义恋红也不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 颖红也将卸任甘肃省委书记 卸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袁家军 现在没有公布他的新职务 他今年60岁 是吉林通化人 他是技术官僚 航空航天部第五研究院 武林腰部空间飞行器 设计专业毕业 具有工学博士的学位 而即将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义恋红 他今年63岁 是湖南的连远人 试图遍及湖南辽宁江西 他早年在湖南省工作 曾经担任湖南省岳阳市 和长沙市的市委书记 接替义恋红 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尹红 今年59岁 他是这里面比较年轻的 他是浙江湖州人 尹红早年在上海工业大学 或者工学学位后 就长期的在上海工作 长达34年了 曾经还担任上海的区的书记 长宁区市政府秘书长 副秘书长 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书记 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等职 而接替尹红担任甘肃省委的书记的胡昌生 今年也是59岁 他是江西高安人 他试图历任四川 青海福建 以及黑龙江四省 有分析就指出 中国地方一把手 新一波的换人 从广东书记黄坤明 到福建书记周主义 到显著的三省 一把手换人 可以说二十大之后 原有的枝江和闽江新军 崛起的这种分析架构 可以说已经逐步的让渡到 华东邦的决志 中国的省一级的领导人 越来越多是由东部省份 有历练的官员担任 而东部省份和直辖市的一把手 也多由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 技术官僚担任 而假以时日 他们都会被归类成 广义的华东邦 这可能是日后观察中国政局的 另一个重要的切点 观察点 也就是说 未来中国高层的官员 他们或许出身 是来自西部或东北 五湖四海 但他们都有在华东 重要省份或直辖市 担任一把手的经历 而原本在华东的官员 则会被派往内陆省份 这也可以看作中国高层官员 外循环 也就是海外的留学经验 像北京跟上海书记 都有海外留学的经验 以及内循环 在东部重要省市 担任一把手的历练 最后为各位观众介绍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卸任浙商总会的会长 改为担任总会的顾问 浙商总会第二届理事大会 今天在杭州举行 首任会长马云 正式的卸任浙商总会会长一职 这是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个职务 而由郑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当选新一届的浙商总会会长 马云以及哇哈哈的集团董事长 钟庆厚等人变成了顾问 此前有英国媒体报道 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年的马云 以及他的家人已经在东京 日本东京生活了接近了六个月 好今天为各位观众介绍了 中国的新十条 其实是告别清零政策的开始 以及为各位观众探讨了 这个中国为什么要说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种国产疫苗 他的用意也为各位观众介绍 另外为各位观众分析了 习近平确诊新冠的可能 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还有向各位观众告知 这是我刚刚被我们的导播提醒 因为长期没有休假 我最近会先去休假 那可能在19号才再度 为跟各位观众见面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点书 Facebook